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一节所谈的是道与德的配合 在老子的书上我们可以看到 道当然是最主要的关键的概念 但是道本身它具有超越性 它的超越性因为它产生了天地万物 而陷入一种挑战 它就设法用德来作为中介 比如说道是唯一的 它是整体 但是万物是分歧的 有无数的这些万物 个别的东西 老子就设法说 万物既然来自于道 它从道所获得的就称作德 所以获得的德 跟这边所谓的道德的德是一个意思 这在庄子里面讲得更清楚 就是万物得之于道者就称为德 这两个字发音完全一样 但是字形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德我们到现在还说 这个人什么德性 生下来什么样子就什么德性 就叫做他的本性 他的特色 那么花有花的德性 树有树的德性 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特定的一种本性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万物的本性就称作德 他从道所获得的就是他这样东西的 特殊的一种生存的样态 称为德 所以这是可以说是老子的一个 他的方法 他要设法做到两点 第一个要保持道的超越性 第二个要让道可以跟万物有某种关系 什么关系呢 就用德这个字 说万物获得道的支持就称为德了 而这个德就是指万物本身的特定的一种本性 以及它的禀赋 比如说你生下来是一只狮子 就是狮子 我们以前看一些童话故事 一只小狮子 这个小时候生下来 被羊带去养了 所以狮子跟羊群一起长大 长到有一天呢 他觉得自己跟周围的人的羊都不一样 觉得有点自卑感 别的羊叫的声音那么好听 咩咩叫 狮子随便一叫 就是吼 声音很大 一直到有一天呢 他看到这个另外一座山上 一只大狮子啊 大吼一声 他才发现原来我也是狮子 就跑去归队了 所以你不可能因为说 这只小狮子每天吃羊奶长大 吃到最后变成羊 不可能 你吃什么羊奶 吃什么东西都没用 你是狮子 狮子的本性跟禀赋 就存在了 那你吃什么 或是后天的环境如何 你跟羊群一起长大 没用 你还是狮子 所以这个简单的故事啊 就告诉我们 每一样东西都有它 生下来特定的状况 你只要掌握住这个状况的话呢 做你自己 再来的话 你也不用去面对许多 不必要的挑战啊 讲到人的话也是一样啊 每一个人如果了解 自己的本性跟禀赋 对他而说 他的压力威胁 也可以减少很多 所以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要特别谈 道跟德 怎么配合 我们还是要花点时间 说明一下道的超越性 因为道有两种性格 第一个是超越性 第二个是内存性 内存性就是内在性 就是道一方面内在于万物 一方面又超越于万物 这双重性格掌握住的话呢 那么就进入老子的世界了 那老子其他的学说就很容易了 你一般看老子的话 如果只看他的处世格言 比如说我现在要学老子 知人者智 智智者明 很好啊 了解别人是明智 是聪明 了解自己呢 才是觉悟 才是起明 很好 但是这个都是应用的范围 很窄 你如果学会他的道跟德的话呢 那就是他本体的部分 非常深刻的啊 我们大概说一下什么叫超越性 在西方来说的话呢 他们怎么去论证上帝存在呢 三条路线 第一个 宇宙万物的存在需要充足理由 充足理由四个字啊 说明什么 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有充足理由啊 比如说这边有一本花 为什么 因为有人拿来了 没有人拿来的话 这花不可能长在桌上的 这一点很奇怪的 恐怕是假的 有人拿来的话 那这朵花是从这个花店里面买来的 是不是 所以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有充足理由 使它可以证明它现在的状况 我现在这边有个杯子 这个杯子也不是自己长出来的 这个桌子都有人安排的 所以这叫做人的世界很容易了解 好 你再看自然界 什么地方长什么植物 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 那都是自己条件配合就这个产生的 那我们就要问 请问宇宙万物有什么充足理由 就是没有充足理由 一样东西不可能出现 这是我们的经验可以证明的 那请问宇宙万物开始之前没有存在 以后也会消失 请问在未存在之前跟消失以后 宇宙万物等于虚无 那它现在为什么存在呢 需要充足理由 没有例外 所以充足理由这四个字 在西方来说就可以拿来证明 一定有上帝 否则不能解释万物的变化 有开始有结束 它的充足理由是什么 如果没有充足理由 万物不可能出现 我们都是在做梦 扶生若梦 但是我们不接受这种情况 就必须有一个什么 上帝存在 作为万物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个论证很简单 它只是就说 万物存在需要解释 我们所见的万物都是他因 所以需要一个最后的字因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就是 从人的世界来看 因为你看自然界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规则 自然的就是必然的 黑格尔这样说 这句话也不用他说 其实我们想也知道 自然的就是必然的 我手上拿个表 我的手一放开 表掉在桌上 这叫做自然的就是必然的 秋天到了 叶子落下 叶子自然落下 也等于是叶子必然落下 你不能说秋天到了 树叶凋零了 它就是不落 那一定是假的树了 假的树叶了 是不是 所以宇宙万物有一个规则 规则一定了之后呢 就是必然的 它没有例外 但是呢 人的本性就不一样了 牵扯到人的世界 就非常复杂了 它必须面对三个根本问题 第一个痛苦 第二个罪恶 第三个死亡 这三个问题自古以来啊 让多少人困扰 为什么人生要受苦 为什么人类世界有罪恶 为什么罪恶会死亡呢 所以痛苦罪恶死亡 是人生的三大悲剧 也是三大荒谬之谜啊 你不能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话呢 人生始终是茫然不解 会感觉到生命很无奈 也很无聊 好 我现在问 你要解释痛苦罪恶死亡 最后必须牵涉到上帝 为什么 它作为最后的解释理由 比如我现在说 如果有上帝的话 痛苦可以得到说明 痛苦是为了造就你 当你受苦受难的时候 可以透过这个煎熬 让自己生命走上一个 更好的道路 什么叫罪恶呢 当你有犯罪的压力的时候呢 就让你知道 往上提升的困难 知道体谅别人的 这个什么错误 像这个都是 有一个神的话呢 这一切都很容易解释 最后死亡更是如此 有一个神的话 死亡就不是问题了 死亡只是一个通道 所以西方很喜欢把死亡当作通道 通道不同的世界 通道另一个世界 所以死亡变成通道的话呢 它基本上不构成威胁 它并不是死亡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一片虚无 它反而是一个走道 你透过这个渠道 到不同的世界 所以西方谈到人生三大 这个最大的问题的时候呢 它说 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 这三个问题都不能回答 各位想想看 我们先假设一个没有神的世界 人类就是唯一的生物在地球上 那人类跟其他动物有什么差别 死了就没有了 枯骨一堆嘛 到将来你怎么知道 这个枯骨是谁的枯骨 还是人的枯骨呢 这个地球根据研究 曾经出现过多少人呢 九百亿人 现在活着的呢 六十五亿 那请问呢 过去那九百亿到哪里去了 我们现在活着的六十五亿 经过百年之后 九百六十五亿到哪里去了 还在地球上 还在地球上的话呢 跟这个土啊灰啊 空气啊都混在一起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要问啊 人生有意义嘛 什么叫意义 意义就是理解的可能性 意义这两个字不能离开理解 因此只有人类具有理性的生物 才有意义的问题 除了人类之外 其他万物没有意义的问题 一朵花这样开这样落 它不用问意义 条件成熟它就开 条件结束它就落 花是如此 动物也一样 你说看到这些狮子老虎很凶悍 最后还不知道结束 你看到这些昆虫啊 这些好不好 最后都知道结束 条件成熟了 它就出现 条件结束了 它就消失 那么 谈到人的问题的时候呢 就要问啊 那我干嘛受苦呢 如果跟其他生物一样的话 人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嘛 想尽办法避开不愉快的事 避开灾难 好死不如赖活着 多活一天算一天 只要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就觉得很快乐 这是不是很消极呢 因为你即使如此 最后还是要结束 这就是人生的无奈 所以对于这个 像老子这样的哲学家呢 他当然要问啊 痛苦最后死亡 正好是造成春秋时代末期 虚无主义的原因 你活在那个乱世啊 活着也没什么快乐 善恶也没有报应 你做好人也没用 做坏人你也不怕 那请问这样的人生 你可以想象吗 就是无法理解 如果这样的人生 无法理解的话 人生就没有意义哦 有意义代表人生可以理解 我常常把这种理解 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吧 高中生啊 毕业之后都要考这个大学 一个高中生 每天早上七点出门 晚上十点回家 为什么 他还要补习啊 所以他每天念书十五小时啊 真是辛苦啊 请问 他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 他自己也知道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他要上大学 就因为有大学可以上 所以前面的三年 每天读书十五小时 是可以理解的 是有意义的 现在假设 今年高中生毕业的时候 教育部长宣布 今年高中生通通不准念大学 并且以后大学通通关闭了 那这个高中生觉得很莫名其妙 那我前面三年 为什么每天读书十五小时 如果你没有大学让我念的话 我每天读书 怎么可能那么多时间呢 根本不念书了嘛 念书干嘛 毕业之后没有大学可以念 这都没有意义 所以你把人生想成什么 高中生准备上大学 就因为有大学这个出路 你前面的努力 受苦受难 才可以理解 如果没有出路的话呢 你前面都白白受苦 白白受难 谁愿意呢 当然想尽办法避开了 人生很复杂吗 并不复杂 你举许多比喻来对照 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你要彻底了解说 人类世界 人的三大危机 三大挑战 痛苦最后死亡 你最后呢 你还是要用 一个超越界来作为代表 就是道 所以道家为什么可以 透过对道的一种觉悟 化解生命的压力呢 如果你是道家 你只要想 这一切最后有道 所以庄子里面 很喜欢把道当作造物者 我们很多人以为 造物者是翻译的 大学的creator 他是造物者 不是的 造物者三个字 明明白白是出于庄子 庄子为什么用 造物者描写道呢 因为本来就是道 创造万物嘛 那造物者变成 这个道的话呢 庄子就可以跟他沟通 因为者这个中文字 代表具有位格 我们现在说造物者 他跟造化的力量不一样 造化的力量恐怕是 没有位格 就是不能跟你沟通的 造化的力量嘛 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 那你不能跟他沟通 还如果讲造物者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加一个责 代表他是一个 像人一样 有一个身份 跟他的这个地位的 所以庄子的境界呢 是上与造物者游 这就要够了 往上 我跟造物者 做朋友一起游玩 你说造物者在哪里 你怎么会有这种幻想呢 那你问庄子 庄子就说 造物者无所不在啊 因为万物都他造的嘛 他就在万物里面 展现出他的力量 所以我跟造物者一起游玩 不是说我要坐飞机上天啊 而是我在任何地方 看到万物呢 都会感觉到说 造物者在里面 显示他的智慧 跟他的力量 所以到家在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知道说 那么我的痛苦 就可以化解了 像庄子非常穷困 他显然也是受苦 并且他太太过世的时候呢 他还敲盆唱歌 为什么 他认为太太终于回到万物里面去了 回到天地这个大家庭里面去了 就不用再只是做一个人而已 做一个人只是偶然的情况 各种条件配合而成的 有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思想说实在啊 比那个众生就有佛性的境界更为开阔 因为他根本上跟那些无生之物啊 众生的生啊 是有生命的 连无生之物也可以合在一起了 他怎么说呢 气的变化 空气的气 阴气跟阳气 就是我们的母亲跟父亲 那我的变化呢 解脱之后呢 又变成别的生命了 别的树木也好 花草也好 都可能 这是道家的思想 所以他能够把这个 从宇宙万物最根源处 来看到道作为超越性 超越界的代表 是因为可以化解人的问题 死亡你都不怕了 你还怕什么 痛苦跟罪恶呢 就知道说是一个短暂的过渡 你不用太在意 然后好 第三个 西方人怎么证明有超越界呢 他把他焦点放在个人身上 每一个人呢 在生命过程里面 难免都会有一次 至少一次 有这样的感受 叫做绝对依赖 四个字 绝对依赖 什么叫绝对依赖呢 一般来说 我们的生活都有相对依赖 比如说 我现在出门 口袋没有钱的话 我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 我要依赖钱 我现在每天生活 我没有工作的话呢 没有固定的待遇 我没有安全感 我没有朋友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我没有安全感 所以一般的生活 都有相对依赖 但是终究你会发现 人有绝对依赖 这对于现在心理学方面的 各种研究啊 可以这个对照来看 很多人的这个抑郁症啊 都是来自于他的生命 忽然之间 觉得他根本是没有依靠的 他其实什么都有 其实现在很多人 在物质生活上非常富裕哦 出门前也有啊 要吃要喝都没问题 朋友也很多 互相鼓励安慰 也没问题 但是偶尔就会出现 一种状况 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啊 根本是无底的深渊 根本不知道 自己生命所谓何来 所以有很多人 他是抑郁症啊 他并不是吃不饱 穿不暖哦 他是吃饱喝足之后 反而有抑郁症啊 感觉到自己的生命 不知道该去哪里 因为你当你吃不饱 穿不暖的时候呢 你把焦点放在 追求生存这个条件 反而每天很认真的工作 赚一点钱就很开心 当你这个条件有了之后呢 反而要问 我这样就够了吗 生命这样就够的话 那你就会想 以后会结束怎么办呢 所以这时候抑郁症 反而出现了 所以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 迟早都会有一种 绝对依赖的感受 感觉到生命呢 完全没有基础 生命是落空的 得到失去啊 到最后变成 好像做梦一样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什么 你对于绝对者 超越界的一种肯定 如果你找到 透过这个绝对依赖的感受 找到超越界的话 这样就对了 所以在存在主义里面呢 很强调这样的感受 他这个观念是 从齐克果以后发展出来 找到绝对依赖的感受 就是这个感受 使我感觉到 我的生命是相对的 我需要一个绝对者 作为我的依赖 使我这相对的生命呢 不至于迷失 通常我们的信心啊 都来自于互相鼓励 就跟庄子说的 泉水干涸了 几条鱼呢 困处在陆地上 相须与湿 相濡与末 不若相忘于江湖 江湖就是那个 绝对依赖的 一个什么 解决的办法 叫做到 平常我们互相安慰跟鼓励啊 这叫做什么 人间啊 相对的一种 一种什么 支撑力量 不够的 我们教书教育 被子人 常常鼓励学生 要有信心 不要失望 实际上老师很多 也容易陷入抑郁症啊 当老师当久了之后 自己变抑郁症了 这是很多这样的例子 因为他鼓励别人的时候呢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 很有一些见解 一些心得 鼓励完毕之后自己呢 自己也要面对 同样的存在的问题啊 我这一生就这样子吗 我就是 做我自己呢 还是说 我要达成某种生命的目的呢 生命的目的是相对的吗 相对的话 你早到 晚到 甚至不到 有什么差别呢 都是相对的嘛 所以这叫做绝对依赖感受 在那一刹那 就会感觉到生命啊 它是陷入一种 抉择 要么就全部都有 要么什么都没有 英文叫做 or or nothing 或是全有或是全无 这种生命的张力啊 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刚刚从三点 来说明这个道啊 接着呢 就要说明一下内在性了 前面三点可以说 道的超越性 让我们知道说 人的生命啊 它需要有道 这个超越的力量 作为最后的根源 第二个就要讲道的内在性 道的内在性呢 所强调的是道无所不在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是庄子说的 我们将来会详细的说明 在老子里面呢 我们这样说 老子用德 来作为道的化身 道的替身 来加持每一样东西 万物再怎么多 都是要从道而来 道怎么来呢 道如果各自来负责的话 这个是想起来就很累很麻烦 所以道给万物的就是德 万物从道所获得的就是德 这个德代表本性跟禀赋 所以万物呢 是什么就是什么 从一而终 只有人类不一样 人类有自由 因此 对道家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人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经常出现这个题材 人有真的自由吗 人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说 我现在这个是毁灭大自然 也是我有这个能力 我才会毁灭 比如这边有一座这个山 我把它铲平 我有这个铲平山的能力 能力也是我的禀赋 道既然给我能力铲平一座山 我把它铲平的话 道不能怪我 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道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 可以给他思考能力 他就可以用自由加上思考 去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甚至背其道而行 所以我们前面谈过了 人间的灾难 从区分而来 我举个例子 比较具有这个特色的 像在澳洲中部是沙漠 但是本来不是沙漠 澳洲中部开始的时候 是有它的树林的 英国人到了澳洲以后 他觉得这些树不好看 既不开花也不结果 所以英国人自作聪明 就从英国本土 运了很多树苗 又开花又结果的树苗 运到澳洲 把澳洲中部很多树木砍掉 种上英国带来的树苗 结果长大之后 树苗全部都枯死 因为它不能适应澳洲的气候 澳洲四面环海 所以它的空气里面 特别的咸度特别高 只有当地土生土长的植物 可以重活 英国带来的这些 会开花结果的树木 统统不能重活 所以澳洲中部的沙漠 是人为造成的结果 就是人类自作聪明 你自作聪明的话 以为这样比较好看 事实上你这样正好伤害了自然界 它本身的生态平衡 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 这个地球上 有好几个地方 都是人为造成的生态的一个浩劫 那这种都是人类以为说 我们很聪明 比如说我们现在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之后造成了困扰 它连锁性的反应 造成了灾难 我们也必须承受这样的后果 有一次我看报道 说有一个印度人 他是到处旅行 见多试广 到了香港就知道 很多华人喜欢吃青蛙 我们叫田鸡 他想到自己家乡 什么都没有 就是田鸡特别多 每天晚上青蛙到处叫 他就申请 要把青蛙抓了 运到香港去 一下就抓了一个货柜 找乡村人通通来 给他们钱 大家抓青蛙 就把整个乡村的青蛙 全部抓光 两三个货柜 运到香港去 赚了钱了 发财了 第二年呢 全村人都死掉了 是不是青蛙的神来报应 他们真的这样想 其实不是 因为青蛙抓光之后 蚊子大量繁殖 因为青蛙原来吃蚊子 蚊子就不会肆虐 果然是肆虐 虐极啊 结果第二年 青蛙都死了 蚊子大量繁殖 全村人都得虐极死掉了 你如果迷信的话 会以为说 青蛙神来报仇了 你供一个青蛙的像吧 但是你从我们的 所了解的青蛙来看的话 就是人类自作聪明 他以为说 这个青蛙每天叫 扰人亲梦 也没什么用 既然有人要吃 我们就抓着卖给他吧 没想到说 他生态有一种食物链 你青蛙消灭了之后 蚊子就繁殖 他每个地方 都有类似的情况 自然界本身保持平衡 但是人为的问题 人类一出手 万物就遭殃 所以我们讲到 德的时候就要问 为什么人类的德 那么复杂呢 就人的本性跟禀赋 比如说我会思考 我可以做选择 我就专门出差错 搞状况 这是一个老子 要回答的问题 就是到底人的自由 是怎么一回事 这困难就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强调 儒家所重视的是什么 是一种德行的修养 你如果学儒家 日起有功 自强不息 每天增加一点点德行 十年二十年之后 就自然而然变成君子了 但是你要有志向 要恒心 如果你学道家的话呢 你再怎么努力 都没什么用 重要的不是你怎么努力 而且它的门槛 你夸过没有 什么门槛呢 这个门槛叫做觉悟 一旦夸过这个门槛 就觉悟跟道合而为一 你在这个世界上 就不会故意去做一些事情 自以为聪明 结果反而是 这个是造成错误的结果 你如果夸过这个门槛 你就 很容易就万物的条件呢 来欣赏万物 就是你不会刻意造作 比如说我现在这本花 是我插花 其实一般的花 不会这样长的了 因为它不同种类 怎么可能长在一起呢 但是人类会插花 插出来之后呢 你看了 觉得赏心悦目 真的赏心悦目吗 你看久了之后 就会觉得 它有一种设计 设计之后 想表达什么意念 只要你想表达意念 就会带来压力 所以听人说话 很容易打瞌睡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你如果听这个青蛙叫 听这个狗叫 你不会打瞌睡 因为它没有什么压力 它不想传达什么信息 你在海边听到浪涛声 你不会打瞌睡 你会觉得浪涛声很自然 但是人说话不一样 所以我上课 学生常常打瞌睡 我可以了解 因为我说话的话 有一个传达一个意义 你听的时候就有压力 到底听到没有呢 听的是真的吗 是正确的吗 还是我听错了 然后就睡着了 睡着也无所谓 自然而然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之后呢 听到就是没听到 没听到就是听到 听多少算多少 这是道家 因为道家不是像儒家一样 像儒家的话 上课没句话都要记笔记 考试要考的 这是儒家 道家的话 听到多少算多少 因为那个智慧的门槛 跨过去的话呢 你自己本身就觉悟了 所以老子说过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你要追求学问 要每天增加一点 每天上图书馆 每天看一本书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就是回学日益 四年 每天读书 十二小时以上 我就感觉到自己 每天都在进步 各位想想看 一天读书 十二小时 我念英文的速度 可以念一百多页 每天念一百多页 英文的书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觉得自己真的是 学到一点东西了 但是老子说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你要追求道 每天减少一点 减少什么呢 减少人为的观念 成见 偏见 欲望 各种复杂的念头 每天减少 损之又损 减少的再减少 到最后是无为 但是再加一句 无为而无不为 比如这边有一种花园 我如果刻意去种什么花的话呢 它不见得长得好 因为它本身的土壤 适合什么花 你不能够靠你去想 所以这个花很漂亮 就种这里 事实上你不要管它 你撒一些种子 它自己长出来 能长的就长 不能长的就消失掉了 到最后 这个花园的花出来的时候呢 它不会说红的一错 绿的一错 它分开来的 没那回事 它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叫做自然 你如果刻意设计的话呢 就代表你有一个目的 要传达某种思想 比如说红的一块 绿的一块 把它分得很清楚 那你看的时候呢 譬如说 我到荷兰教过书 荷兰人有个地方 叫做Kurkenhof 是种这个郁金香的 我们如果在书房里面 摆一颗郁金香 真好看 特别的幽静 一颗郁金香 尤其黑色的 但是你到荷兰去看的时候 你对郁金香就毫无兴趣了 它是几百万颗一起长 就他们就笑话了 说荷兰人种郁金香 跟种菜一样 就跟你家种大白菜 没什么差别 他一种种几百万颗 但是这种花呢 集体去种的时候呢 没什么美感 你看过去一片 那有什么好看呢 同样颜色的都是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你只会赞叹这么多花 但是如果只用一朵花 放在你的书房里面 那就值得欣赏了 像这个就是人为的 你这个刻意去安排的话呢 它就有人为的意志在里面 它有一个意思要传达 它就会造成压力 所以老子他们 是希望你不要有任何压力 你尽量让万物的自己状况 自己如此的状况 能够呈现出来 这样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们讲到这个得的时候呢 还是要回到这个焦点问题 人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人有自由啊 所以很多人常常说 天生下来我这个人 我有这些自由选择的能力 那我为什么不去做一些 我想做的事呢 但是我想做的事 做出来之后呢 又恐怕影响了自然界的 这个是自然的安排的一种 所谓的现象 等于是上天给我本性 里面包括思考能力 我自然就会用我的思考 去做某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又干扰了 自然界的一个现象 这怎么解释呢 所以在道家里面 讲老子的思想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上天就是道 给人类这样的本性 但是这种本性呢 发展出来之后 可能造成错误 那这个错误呢 又变成是 我的本性自然发展的 你不能怪我 所以老子为什么要强调 善人跟不善人 你不要分 因为善人有善人的理由 不善人有不善人的理由 你一个人行善 有各种条件配合 换一个人 也可以做到你所做的善 一个人为恶 有他为恶的理由 换一个人来 他在那个环境里面 可能也是为恶 所以老子为什么有一种 特别像慈悲的心 用母亲做道的比喻 母亲对于自己的子女 都是爱护的 都是包容的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 都不一样 所以人间没有所谓的 公平的问题 你看到一个人做好事 你不要羡慕 你要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是他 我也会做好事 你看到一个人做坏事 你不要怪他 你要想如果我是他 我可能会做坏事 这样一来的话呢 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什么 好像是所有整体的条件 所构成的一个结果 没有人可以摆脱 这叫做天罗地网 所以老子说过 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我们现在讲成疏而不漏 原文是疏而不失 天网恢恢 网 他虽然很疏 网的这个格子很宽 但是他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所有的一切 全部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道呢 能够透过得 让宇宙万物 对我它的基本的本性 表现出来 那这个道呢 本身是内在性的 说到内在性 我想到1986年 年底吧 我到美国参加一个会议 这会议是世界宗教大会 我年轻的时候 对这一方面很有兴趣 到了美国 New Jersey 一座山里面 以前在美国开会 他们很有经验 他把200多人 全部送到山里面去 让你跑不掉 如果你在纽约开会 肯定上午开会 下午不见了 逛街去了 把你200多人 送到山里面去 没有人出来来 要有专车才能出来 所以200多人 老老实实在那边 待一个星期 那就很有收获了 大家可以讨论了 第一天开会的时候 因为他谈到宗教 晚上的晚会表演 就用世界八大宗教 来做一个表演的项目 就是每个教 穿你的服装 上台表演的时候 念几段 你们特殊 特别的经文 因为主办单位 是韩国一个教派 我不说哪个宗教 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 几位韩国的学者 穿上韩国的服装 韩国的服装 各位知道吧 跟他们国旗差不多 有个太极图 有一些八卦里面的四卦 都在上面 他们上去念什么呢 他们念的就是老子里面一段话 大道泛西七颗左右 这段话 但是他们念错了 泛是泛滥的泛 他们把泛念成四 祭祀的四 当时我听得很不满意 他们公开念 大道四西七颗左右 念错了 老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道像洪水一样泛滥的 你怎么可以说 它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呢 代表什么 道无所不在 老子这段话很有特色 大道泛滥的 你怎么可以说 它在左边还是右边呢 到处都有道 老子以这个方式来描写 被他们几位韩国人 念成大道四西了 我后来跟主办单位抗议 我说你们叫韩国人 去念中文 至少不要念错 把泛滥的泛念成 祭祀的事 他们听了也不了了之 他们也懒得再解释 韩国人有时候以为 我们中国文化是他们的 很喜欢把我们的搬过去 这实在有时候太夸张了一点 所以他们里面谈到道家旧那一段 大道泛西七可左右 正好大道泛滥 像洪水一样泛滥 无所不在 他用的就是德 让万物都具有德 有德的话呢 是德这个字 我们再强调一次 万物从道所获得的支持 所以它就构成了万物的本性跟禀赋 你现在看到自然生态的平衡 那就是德的杰作 所以老子就要强调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他用这个话 万物都会尊道 尊敬道而贵德 珍惜德 其实万物没有尊敬的问题 你说这些狗这些猫会尊敬道吗 它没有那个问题 只是老子描写的时候 会认为说 万物从道而来 最后回归一道 道是根源 道是母体 你尊敬他 那对于德就要珍惜了 德就是你的本性嘛 所以在庄子里面特别明显 所有的德 很少有例外的 都可以理解为本性 或加上禀赋 就是你生下来具有什么特质 什么禀赋 都可以用德来当代表 但是问题还是一样 到人的身上 人有自由吗 这问题千古以来没有答案 因为人的自由是有限制的 没有人有完全自由 但是也没有人完全没有自由 所以通常我们会把自由 放在选项里面 比如说你要做这件事 有三个方法 我就说你有自由 你可以选任何一种方法 但是任何一种 三种其实还是限制 你没有第四第五种 所以像这种就说明什么 你如果了解选项越多的话 自由才可以开展出来 为什么我在上一次上课 提到斯宾诺沙呢 因为斯宾诺沙的学说 他的代表作叫做伦理学 为什么叫做伦理学呢 他里面讲的都是 行而上学 讲到神 讲到实体 讲到整个自然 那么他称作伦理学 是因为你透过了解 宇宙万物的必然性 也就是一环扣一环 这样的整体的一个连结的网 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的自由 不是真的自由 一个人只要了解 自己的自由 不是真的自由 他反而自由了 一个人不了解 自己的自由 不是自由 以为自己自由 他反而不是自由的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 我们再说一下 你如果了解自己的自由 有各种限制 有各种条件 使我的自由 其实是受到限制的 你了解的话 就不会被他所困 你只要不以为 自己是自由的 你面对你的选项 你就知道说 我不是自由的 所以我就不要制作 太多复杂的问题 我的责任呢 也是相对的责任 所以斯宾诺莎的学说呢 到最后出现一个结论 是什么结论呢 因为理解而自由 这样的概念 很多人都是不了解 自己没有自由 而以为自己有自由 然后胡作非为 做到最后呢 也不知道惹了什么祸 把这个是自然现象 弄成什么样子 相反的 你如果理解 所有的一切 都是一张网 大的网里面 天罗地网 所有的一切 都从这个所谓的神 或者实体 或者自然 他把它三个等同 从这边来的话呢 你就不会以为 自己自由了 那你就会怎么样 去仔细思考 我现在行动的条件 是什么 没有人可以在 不具任何条件的情况下 做一种自由的选择 所有的选择 都是某些条件的制约 让你做少数几个选项而已 这几个选项呢 可能因为你理解的越多 选项越多 但是你理解的越少 选项越少 如果你完全不了解 人的不自由 你就不可能 发挥自己的自由 所以他是想设法 用理解之后 就不受条件的限制 反而使你得到自由 你不会去 想象一种 漫无边际的自由 所以斯宾诺沙的学说呢 它跟其他指挥家不一样 就在于说 透过理解而自由 我只要了解 限制我的因素是什么 我反而自由了 因为我就知道说 这些限制我的因素 并不是我现在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不自由 我不以为自己自由 那我的不自由呢 至少只有选择的能力 如果你倒过来 明明很多限制 你却以为自己自由 弄到最后呢 那你怎么负责任呢 有谁可以为自己的行为 负完全的责任 没有 你今天不管做任何事 你都可以找到借口 找到理由 那你这样一来的话 等于是这个事情 谁负责 找不到负责的人 你正在问的话 就变成是 天地为什么要生我呢 天地生了我 做这些事 你叫我负责 我本来并不存在 将来也不存在 谁负什么责 对谁负责 都是问题 所以这是道家里面 最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你讲道家的时候 跟儒家怎么不一样 儒家一定要强调善 他是要给你在价值上 找到一个 重新出发的基础 从真诚引发向善的力量 讲道家的时候 不能讲善了 为什么 你一讲善就问你 标准是谁定的 老子也说过 天下皆知 善之为善 事不善已 大家都知道 这样叫善 不善就出现了 你变成是 庸人自饶之 天下本无事 所以道家就认为说 你这些真善美 这种所谓的价值 都是相对的 相对的话 你只要回归到道的话 都可以化解 你不能回归到道的话 每一种相对的价值 都是一种束缚 都把你捆绑住 所以这就是 我们从这个道家里面 谈到人的自由的部分 最大的一个 要思考的问题 那么最后呢 谈到德的问题 就谈到自然 自然这两个字呢 在老子里面出现五次 你如果仔细分析的话 就会发现 每一次所指的 都是自己如此的状态 所以自然并不是自然界 一定要分清楚 自然不是自然界 自然是指 自己如此的状态 在庄子里面呢 谈到自然界 用天来代表 或天地 真正自然 自然界呢 是汉朝以后才出现的 就大家才用自然界 来代表我们今天所说的 四个字 叫天地万物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老子 老子里面谈到自然呢 我举几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他提到 真正的政治领袖 在治理百姓的时候呢 叫做无为而至 无为而至的话呢 就是没有任何作为 所以老百姓到最后 觉得很愉快 百姓皆为我自然 老百姓都说 我们是自己如此的 那我现在请问 百姓皆为我自然 怎么解释 百姓皆为我自然 这当然不是自然界嘛 百姓都说 我们是自己如此的 因为你上面的人 无为而至 治理不留任何痕迹 就是他治理的时候呢 他顺着百姓的需求 顺着各种条件去做 叫做船过水无痕 用他能够顺着这个 轨道来做 任何事情呢 都有他做事的方法 你如果照这个 正确的方法来做的话呢 好像没有任何压力 也没有任何紧张 百姓们到最后 过得很快乐 他也会觉得说 我是自己这样子 没有人管我们的 这是这个说明什么 第一个 百姓都说 我们自己如此 第二个呢 我们刚刚讲过 道法自然 刚刚有同学跟我谈到 他说道法自然 法可以作为一群来说 当然可以嘛 因为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你只要了解 自然是自己如此的状态 就没有问题 你把自然了解为自然界 问题就很大 因为地跟天代表自然界 道又回来法自然 这个根本说不通的 所以道法自然是 道所取法的事 或是道所依循的事 自己如此的状态 这样就好了 因为道就是最高的 在道家里面 不可能有比道更高的概念 如果有的话 就不叫道家的 我们前面也说过 道是一个独立而不改 周形而不带 没有名称的 作为宇宙万物的来源 跟归宿的 我们再看 他说 吸引自然 就是最好少说话 就是符合自然状态 我教书教了那么久 常常觉得自己很不自然 一人都然讲话 实在是很对不起老子 老子认为最好少说话 这样才最自然 因为你一说话的话 就会停止 停止之后 那你前面为什么要说 他接着说什么话呢 我们听听看 飘风不中招 咒语不中日 大的风 不会吹整个早上 强烈的雨 不会下整天 叫做飘风不中招 因为你太大的风 太强的雨 一定是一段时间就结束了 为什么 代表天地上不能久 天地使得 刮风下雨出现 连他们都不能持久 何况是人呢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要尽量避免 做一些重大的事情 比如说 本来没有事的 你现在发起什么运动 你运动一发起之后 平地起的波折 反而很难去继续 所以往往人为的 各种表现出来之后 后面就 只好停下来也很不自然 到时候变成痛苦的回忆 变成是一种不必要的烦恼 就出现了 所以老子里面提到说 最好少说话 因为说话 人类的说话 一定带有目的 我们看到现在人 人人都有手机 走路的时候都在说话 跟身边人不说话 跟不在眼前人说话 说了太多 但是说话的时候 越说误会越多 到最后真的赚钱的是 移动 通信界 手机界这些 其实有时候 话说得越多 误会越深 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他说不说话 反而是最高的 沟通的艺术 此时无声甚有声 在庄子里面也说 这次好朋友见面的时候 叫做相似而笑 默逆于心 大家见面笑一笑 心里面都 没有任何的违背 就是说大家都 非常地有默契 所以在老子来说的话 最好少说话 这样才符合 自己如此的状态 他那四个字 你怎么解释 西言自然 这个自然不是自然界 少说话 才是自己如此的状态 人虽然有说话的能力 不一定要说 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多说不如少说 少说不如不说 那不说话就能沟通 这是最高的境界 好 我们再看 老子提到 你对万物都不要去下命令 比如我现在当领导 当领袖 我对我的属下 我的官员 我的学生 都不要下任何命令 你下命令的话 就是有所为 有所为就一定有人做不到 有人做太多 到时候反而陷入困扰 所以你要经常 不要下任何命令 让万物经常保持什么 自己如此的状态 到后来宋朝的学者 叫做陈明道 就是陈一的哥哥 陈浩 陈明道 他就说了 万物静观皆自得 他是儒家 但这句话很有味道 万物静观皆自得 宇宙万物 你在安静的心 去静静地去看它的时候 就发现 万物都有它自己得意的地方 不是我自得 是万物在我平静的心看起来 它都自己自得其乐 花是花 树是树 叶是叶 昆虫是昆虫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让你感觉到 它就是那个样子 自己如此 像这句话也跟道家有关 那么有关这个是自然的最后一段 谈到老子的圣人 要让万物自己发展 帮助万物的自然而不敢为 意思都类似到 帮助万物的自己如此的状态 而不要刻意造作 我现在如果改变了这些现状 那么就代表什么 我有意造作 这样对万物自己如此的状态 就有压力 所以我们在这边 可以再把前面说的回顾一下 老子是道家 他的道是具有什么 超越性的 同时具有内存性的 讲超越性的话 代表它是跟万物分开的 不能混同 所以它在使万物出现的过程 就要用各种东西来作为中介 比如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又一二三 一二三是什么东西呢 照老子的原文来看的时候 第42章 它应该是指阴气 阳气跟和气 和气代表和谐状态 任何东西的存在 都显示一种和谐状态 比如说一朵花 它开在那儿 它本身是和谐的 当然这个和谐呢 也会慢慢因为气候的变化 慢慢枯萎 枯萎也没关系 化作村林又护花 下一朵花 恐怕要靠它提供的养分 来生存发展 所以整个宇宙有一个 自然生态的循环 我们叫回圈 或者平衡 像这个就是 所谓的什么 道的这个超越性 它用德 来让万物可以 得到这个支撑 那么德就是 另外一个中介 所以老子的这个系统 讲一二三的时候 用到阴气 阳气跟和气 这样就使得 道跟万物 可以有一个距离 如果没有距离的话 就会造成困扰 变成什么呢 万物消灭了 道也消灭了 这就违背道的定义了 事实上讲到超越 这两个字呢 西方哲学家 柏拉图也说过 柏拉图说 所谓的超越呢 就是不随着 万物的变化而变化 就是超越 这句话很好记 中国跟西方都通的 柏拉图就说了 不随着万物的变化而变化 就是超越 因此道的超越性呢 就因为道不随着 万物的变化而变化 万物再怎么变化 可多可少 可有可无 道完全不变 道完全不变的话呢 他才能保持超越性 这样子才能够符合 老子开始提出 道家的一个理想 就是化解 存在上的虚无主义 我们要知道 这哲学家是用心良苦 我们反反复复都强调这一点 一个哲学家所面对的是 一个时代的危机 他绝不可能说 我今天没事干 我就提一个道德经 写出五千多字 让你们念不完 让外国人翻译翻不完 让别人想想不通 没有这种哲学家 他哲学家都是面对时代的危机 只是一般人不觉得是危机 一般人觉得说 我们这样过得也不错 反正圆圆众生嘛 来来去去 老子认为不行 如果你没有解决这问题的话呢 不把道提出来 不把道作为超越界而提出来的话呢 人的生命到最后死了就没有了 你想到死了就没有了 一死白了 就是虚无主义 那你前面怎么安排人的生活呢 安排人的生活就说明什么 人的生活是要实现某些价值 儒家实现善的价值 道家实现的是真跟美的价值 道家不是不讲善哦 他只是认为善太过于人类中心的一种思考模式 所以把它暂时排除 但他讲真跟美 真就是真实 宇宙万物的真是相对的真 道是绝对的真 这两个关系如何 我们下一节就要谈到 从道来看万物怎么看 所以在这一节我们谈到的 道还有德 还有这个自然这个字 都跟道的超越性 道的内存性 它的双重性格有关 所以了解道的时候 这双重性格要同时掌握 同时掌握之后呢 从万物可以发现道的一种光辉 但是也不会让道限制在万物里面 所以万物再怎么变化 道就可以保持永远不变 这才是道家一个基本的立场 我们这一节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感谢观看